打得这么好 怎么没有东家呢 公开求售的兄弟像花落谁家 龙岩人本阶级表态要接手了 但引发很多球迷对殡葬业管理球队的疑虑 甚至有网友创造了很多哭首歌 说是兄弟像又是变成了好兄弟像 不过呢 兄弟明星球员 这个恰恰彭正敏今天接受访问时 他说任何企业有意接手 都是整体球员的利益 他也相信球团所做的决定 很多企业来接触都是一些好事 毕竟表示很多企业都愿意 对棒球还是抱持着很大的一个想法 很好的想法 那我觉得现阶段球团 有他的一个想法和规划在 那我们也 球员们也非常相信 球团一定会给我们最好的归族 感觉还蛮有卖点 对 球员今天自己在讨论吗 球员现阶段因为我是自主训练的 那其实还没有到跟球队整齐的一个训练 那我是没有听到其他球员在有些声音的 那我觉得网友们的一个创意也不错 我觉得还蛮有蛮有想法 对啊 贴到网友的Cuso虽然说恰恰演示不了尴尬 还是极力表达全体球员都非常信任球团 能够做出最好的安排 也相信有更多企业来洽谈 都能够帮助未来的兄弟相对顺利的发展 对龙岩接手他们也充满信心 对吧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